春蕾回来了 汤家的门打开 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站在门口 穿了件蓝色的凹子 嘴里叫着汤春蕾 却在打量着夏小兰和周成 看见夏小兰的穿着打扮 想到汤洪恩的妓女都如此阔气 女人哪里会高兴 妈您怎么出来了 快进屋去 外面多冷呀 这就是我给您说过的 二叔的女儿小兰 和女婿周成 婶子好 夏小兰和周成顺着汤春蕾的介绍打招呼 汤洪恩大嫂叫史素荣 今年已经五十多岁 如果是正常的亲戚来往 小两口该叫一声大伯母 可夏小兰想到史素荣对老汤做过的事 包括之前抬手就打掉老汤手里的香 那声大伯母要喊出来实在艰难 对夏小兰来说 大伯母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难产 张翠是他嫡亲的大伯母 面词辛苦 蒋洪是周成的大伯母 也是花了他很大功夫才收服的 史素荣是季江源嫡亲的大伯母才对 汤洛家狠狠瞪了夏小兰一眼 自己先跑进了屋里 周成从后备箱把东西拿出来 他和夏小兰不会空手上门 但要说真心实意给汤家人送礼也不可能 就随意买了点东西 充作礼物 花里胡哨一大堆东西 其实也不值几个钱 不过史素荣的脸色要稍微好些 也主动叫夏小兰和周成进屋 汤家不久前才办过丧事 院子里冷冷清清的 家里的气氛也不活跃 主要是史素荣就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只有和女儿汤洛家说话时脸色才会稍显柔和 其他时候都板着脸 连汤春蕾的儿子都不敢大声嚷嚷 这样的家庭气氛 真是让人压抑 汤春蕾努力调节气氛 还从村里叫了几个同样性汤的亲戚相陪 气氛才活跃了点 到吃饭的时候 汤春蕾喝了酒 耳根子都是红的 一定要进周成两杯 难得你们不嫌弃这是乡下 亲戚间就要多走动 来来来 咱们今天喝个痛快 春蕾哥 我下午还要开车 周成假意推辞 汤春蕾大声嚷嚷 开什么车呀 你们难得来一趟 今晚当然要留下来住一夜 又转头去问夏小兰 妹子 你同不同意周成喝酒啊 其他人哈哈笑起来 把周成当成了气管炎 夏小兰点头 陪别人喝不行 陪大哥喝 当然行 周成得了老婆大人的首肯 终于开始频频举杯 她本来人就长得精神 喝酒时不扭捏 特别有男子气概 把另一桌的汤若家都看呆了 女人和男人是分开桌子吃饭的 夏小兰吃到一半要去找水喝 汤春蕾老婆赶紧招呼 妹子 你等着 我给你倒水来 嫂子 一起去吧 夏小兰一走 史素容才小声警告 你那样直勾勾看人 像什么样 就是长得再好看 那也是结婚的男人 别闹出笑话来 汤若家不服 您别冤枉我 我没那个心思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她又算什么呢 听说原来也是乡下的 我们信汤的还没权跳出浓门 倒全被其他人先享受了 是二叔亲女儿 她也不说啥了 明明就是个妓女 不知哪里来的傲气 若不是二叔 乡下女孩子 凭什么念华清大学 凭什么嫁给这样的男人 史素容也抿了抿唇 那是个人的造化 当初要是知道小叔子 有一天能混到这样的高位 不管那些人许诺什么 他们夫妻俩都不可能做出背叛小叔子的事 窝窝囊囊的缩在乡下这么多年 不仅是他们夫妻 连累着几个孩子也没过上好日子 反倒是莫名其妙出现的母女俩 因为汤红恩想了大福 史素容怎么会高兴 他给汤红恩打电话 让对方回家奔丧 本来就是低头了 他是嫂子 汤红恩是小叔子 还要他怎么低声下气道歉 汤红恩打发妓女和便宜女婿来乡下 是看不起谁呢 是儿子汤红雷言辞恳切地求他 要以大局为重 否则史素容才懒得接待夏小兰和周成 还叫他婶子 一点礼貌都不懂 夏小兰和汤红雷老婆从厨房出来 再坐到桌上 就发现汤若佳在和饭菜过不去 夏小兰但凡加个什么菜 汤若佳就会用不小的动作动同一盘菜 搞得汤红雷老婆都看不惯了 若佳你今天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夏小兰笑了笑 可能是晕车吧 平时不怎么坐车的人就爱晕车 汤若佳收了自己碗筷站起来 我没什么胃口 你们慢吃 史素容心疼女儿没吃饱 对夏小兰更没什么好脸色了 偏偏夏小兰好似没眼色 史素容走到哪里 她就跟到哪里 男人那一桌还在喝酒 女人和小孩这桌已经撤了 史素容在厨房指挥儿媳妇洗碗 夏小兰很直接的问她 沈子 我们这次过来的原因 春雷哥应该说过了吧 她说很想找到当年走丢的小姑姑 我也赞同 不过我和周成查了几天都没头绪 就想来问问沈子 毕竟汤大叔已经去世了 当年那是怎么回事 也只有沈子知道细节 史素容心想 这是哪里来的棒锤 你啥意思 沈子你别误会 我知道小姑姑是走失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是不是还活着 万一沈子能回忆起一些有用的线索 说不定真能找到呢 史素容嘴角一扯 能找到个屁 汤红恩肯定也花了功夫找人 不也啥收获都没有吗 夏小兰紧紧盯着史素容 她觉得不是自己眼花 她在史素容脸上看到了一丝快意 哟 这心可真够黑的 找不到丢失的小姑子 史素容大概不怎么痛苦 但她知道这件事能叫汤红恩终身遗憾 是老汤不愿触碰的伤口 能折磨汤红恩 史素容就因此而快意吗 史素容对夏小兰的印象是通过儿子汤春雷得来的 先入为主 没把夏小兰看在眼里 随口敷衍道 你要想找人就找吧 等我把厨房收拾好 仔细给你讲讲当年的事 有眼色的 这时候就应该提出一起干厨房里的活 夏小兰却欢喜答应下来 然后跑了出去 史素容胸口起伏 女儿说的没错 就这样的人 也配抢在汤家人前头享福 背后骂她两声棒锤 夏小兰又不会少块肉 她这边欢欢喜喜的套路史素容 周成在酒桌上也没空着 汤春雷要把周成灌醉 周成就配合她 几杯烧酒下肚 说话都含糊不清了 也似乎放开了防备 拉着汤春雷推心致富 说她和夏小兰都不觉得汤小姑能找回来 但是 我们这样一做 汤叔会很高兴 大 大哥 你也知道 小兰本来就不是汤叔亲生的 汤春雷早就知道了 不就是庄庄样子 假装大费周章的寻找走失的小姑姑吗 妓女和便宜女婿 都要用这件事讨好二叔 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 这俩年轻人想把功劳都占了 那怎么行 找 一定能找到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桌子做陪的人 有同宗的唐叔 听出点意思来 十分惊讶 你们家还在找小如吗 这位唐叔五十多岁 和汤春雷父亲差不多大 也是同一辈分的人 今天汤春雷特意请来做陪 就是要彰显对周成和夏小兰的重视 唐叔 咋能不找呢 小姑姑是我们的亲人 现在我们日子安定了 小姑姑一个人流落在外 不知吃了多少苦 每每想到此事 我难受的夜里都睡不着 我爸临终前还惦记呢 我二叔也没放弃过 哎 汤春雷红了眼眶 情绪低落 唐叔捏着筷子偷偷翻白眼 还难受的夜里都睡不着觉呢 小如那丫头走丢的时候 春雷唐侄子才一岁 是个刚断奶的娃娃 哪有那么深的感情 汤春雷说 他爸临死前还惦记着找汤有如 这人也是一万个不相信 他爸临死都惦记着的 应该是汤红恩为啥有那么大出息 汤叔搓着干裂的手 春雷侄子说话不实在呀 应该是只有汤红恩真的在找小如 毕竟兄妹俩感情可好了 可这是别人家的事 他也不好管 戳破汤春雷的鬼话也没意思 有啥好处又不会落到他头上 他家虽然也姓汤 他也能让汤红恩叫一声堂哥 其实只是同宗 网上数差不多出了五福 没那么亲近呢 谁不羡慕汤红恩有出息 听说在外面当了大领导 可惜 人家不和老家这边来往 大伙都沾不上傻光 周成身体微晃 看着就是醉了 要能找到汤小姑 不管是谁 要是能找到他 汤叔肯定会中谢 你们知道汤叔是多大的领导吗 他随便说句话 安排个工作 转个户口 都是小事 老丈人 对不住您了 戏都演到这儿了 抹黑下您也是没办法的 周成大着舌头 好好替老丈人吹嘘了一番 说别的这些人不一定能懂 说什么安排工作转户口 却是乡下人最关心的事 这里虽是京郊 却挨着济北省 妥妥的大农村 大农村就是穷辈 除了汤春雷家 大家日子都过得不咋样 周成感觉 看着他的几道视线变得火热 知道该适可而止 就假装不胜酒力 趴在了桌上 汤春雷哀悠一声 这就醉了 叔 你们搭把手 帮我把人扶屋里去 汤春雷一个人还把周成扶不起来 实在太沉了 喝醉酒的人就是这样 汤春雷倒没什么怀疑 合力将周成抬到屋里 这边的酒桌自然也散了 请来坐陪的几个汤姓村民 离开了汤家 边走边聊 汤老二现在真当大领导了 只怕是呢 要不是他当了大领导 就使素容大脾气 也不会低头叫他回来送葬 对 上回送葬就是开着小车来的 这回汤老二的女儿女婿来 又换了辆车 和上回的不一样 汤春雷眼珠子都极度红了呗 听说来的这个是妓女 她这亲侄子没落下好处 妓女和便宜女婿瞧着可阔气 找不着走丢的小如 现在又把这事提出来 真是在讨好汤老二了 小如那孩子挺可惜的 傅君 你想啥呢 汤傅君 就是汤春雷叫唐叔的那个 离开汤家 他就一言不发 一起吃酒的人推了他一下 你那时候和汤老二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他出息这么大 你就不想求他帮帮忙 至少给你家几个小子 安排个工作呀 汤傅君白手 好啥呀 我比洪恩大好几岁 从前也玩不到一起去 他从小就聪明 别的小子跟在我们后面追于碾兔子 他却是捧着课本背 难怪人家有出息 汤傅君生了好几个儿子 如今儿子们长大了 就愁着怎么替儿子们娶老婆了 因为他儿子各个念书都不行 没办法学汤洪恩汤春雷这俩书职 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 汤春雷觉得自己混得不行 要换汤傅君这些人去看 有正经工作的城里人 混得还叫不行啊 农村这些土里刨石的 这样一笔都没法活了 汤傅君的确是犯愁 也心中不平静 如果真能从汤洪恩身上得到好处 让他干啥都行 汤傅君心事重重回家 找到正在煮猪时的老婆 你还记得小如吗 就是二三十年前大阅兵时走丢的那个 我记得你说看见史素荣真的假的呀 汤傅君媳妇敷衍着点头 赶紧给我往灶里塞点柴 汤傅君抓着老婆肩膀 还煮啥猪时轮到咱家转运了 你给我好好回想下 汤家 婶儿 您啥时候给我讲小姑姑的事啊 夏小兰时不时探个脑袋 催促着史素荣 史素荣没好气 你男人喝醉了 你不去伺候着吗 人都服屋里去了 进去看一眼就跑出来 也不说端水给周成洗个脸啥的 史素荣就没见过像夏小兰这样给人当媳妇的 夏小兰皱着眉 喝醉酒的人臭得很 让她自己睡 事儿 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史素荣心想 这幸好不是她儿媳妇 就这样一个妓女 能对汤红恩有多孝顺 这样一想 史素荣隐隐还有些高兴 厨房的活本也不是史素荣在做 她是在监督儿媳妇 这样才能显示出婆婆的权威 妈 您看把小兰妹子急到 这里的活我来做 您去和小兰妹子说说吧 史素荣顺着儿媳妇递来的梯子点头 那就讲呗 你想问啥 春雷她小姑走丢的事 我都对公安 对着家里人讲过无数遍了 讲了无数遍 也不见得是实话呀 史素荣一脸坦荡 夏小兰却不按常理出牌 第一个问题很是风马牛不相及 婶儿 小姑她走丢也快三十年了 您会不会经常梦见她 史素荣一愣 梦见她 夏小兰理所当然点头 是啊 小姑姑跟着您和汤大伯 去看大阅兵弄丢了 您肯定非常愧疚 这些年经常做噩梦吧 夏小兰一脸同情 史素荣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含糊带过 愧疚肯定是愧疚 做梦也梦见过几回 再愧疚也没办法 人就是走丢了 但连公安都没找到 现在还能找得到啊 撒谎 夏小兰一点都看不出史素荣有半点愧疚 她悠悠叹气 我也觉得找不到 可我妈说汤大伯去世了 能找到小姑姑 对汤叔是一种慰藉 起码我们偷偷找一找 汤叔知道了会高兴 史素荣眼皮一跳 难怪汤洪恩当了市长 再婚娶了个个体护老婆 别的不说 那女人倒真会哄男人 之前回来奔丧 汤洪恩手里的香被打掉 本人都没说啥 那女人就先发了火 还教自己带着的脱油瓶 如何讨好汤洪恩 果然是心机很深 想从前头那个心机的手里 占便宜不难 后娶的女人太精了 史素荣没有儿子汤春雷那么乐观 不过正因为那女人太精明 带到汤家的脱油瓶 却看起来不太聪明 就这样的 咋可能考上华清大学 是汤洪恩给安排进去的吧 史素荣想到女儿汤洪嘉的华清梦 觉得连夏小兰这样的都能上华清 洪嘉考不上才没有道理 当然 高考那么多学生 若嘉的成绩虽然不错 却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如果汤洪恩能帮一把 国内的大学 才真是任由若嘉挑选了 有所图 就要配合 夏小兰要问什么 史素荣都配合着回答 虽然语气不太好 有些细节 夏小兰反复问了好几次 问得史素荣头皮发麻 说话也没有好声了 你到底要我说几遍 沈子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太记住 您再说最后一遍 夏小兰脸皮厚 浑然不觉自己表现的有多蠢 史素荣越发不愤 就这样的棒锤 说不是被汤洪恩墙塞进华清大学的 他是一百个不信 汤洛嘉在门口站了会儿 也是摇头 就夏小兰这样的 除了长得好看 还有啥优点 性格不好 人也不是顶聪明 把最久的丈夫批到一边不管 可能连二叔都瞧不上这个妓女 没让夏小兰改姓汤 这要是改的姓 才是丢汤家的脸呢 汤洛嘉回自己屋里把课本翻出来 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人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外力可借 有些人多半就任命靠自己了 但知道了有外力 难免会换得换师 特别是汤洛嘉成绩中上 念个普通的大学 他心有不甘 向往读名校 还将目标定在了华清 京大和中科大三所大学 华清是他再三挑选的结果 是他的第一目标 但以往年的分数线来看 他模拟考的成绩 差华清录取线还有一段距离 剩下的半年 他不管再怎么努力 恐怕都追不上这部分差距 除非 有二叔帮忙 汤洛嘉也着急 还剩半年时间 家里真的能和二叔修复关系吗 就不能直接去找二叔吗 非得忍受这个妓女 汤洛嘉的心思 夏小兰自然不知道 他也根本不关心那人怎么想 他反复问史素荣 不是记不住说的内容 是让史素荣翻来覆去的讲 试图找出对方言语中的漏洞 把史素荣烦得不行 打了盆热水给他 赶他去照顾喝醉的周成 夏小兰端着洗脸盆进屋 看见周成闭着眼睛躺床上 自己老公当然是咋看咋帅 他真的拧了毛巾给周成擦脸 手才刚刚伸过去 就被周成轻轻一戴 夏小兰一下就趴在了周成胸前 你别闹 现在还装醉呢 演戏要演全 这里是汤家 虽然屋里只有他和周成两个人 夏小兰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周成忍住笑意 你想哪里去了 媳妇 我咋觉得你越来越不纯洁了 不要想歪 我不是想做坏事 我是想问你有什么收获 别动 不靠近一点 他们会听见我俩说话的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 他咋就那么不信呢 分明是故意的 夏小兰忍住心源一马 史素荣的说法前后有漏洞 我跟他第五辩识 他很不耐烦 露出了破绽 细节对不上 只怕真和我们猜的一样 汤小姑并不是走丢了 而是 周成也觉得这姿势太考验人了 他把夏小兰手里的毛巾拿过来 自己擦了擦脸 汤春蕾今天请来做陪的人 是汤家的宗亲 都是姓汤的村民 据说29年前汤小姑走丢时 整个村子都一起找过人 史素荣不说实话 或许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 还记得当时的情况 我这顿酒也没白喝 今天我借着酒一把口封透了 只要能找到汤小姑 什么要求都能满足他们 我看汤春蕾请来的几个村民 就很动心 我们今晚在汤家住下 应该有人会主动找上门 周成这不是阴谋 是阳谋 也是在钓鱼 对汤洪恩来说 汤家这些亲人 和童宗的远亲也没啥区别 要想占便宜 总要拿点实际的诚意出来 只要提供汤小姑走丢的线索 不管是不是汤家人 周成都赶给好处 不过是她和夏小兰都年轻 别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根底 她许诺再多 村民不会信 但都推到汤洪恩身上 如果是汤洪恩的许诺呢 夏小兰重重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我就知道我男人最聪明 今晚在汤家住没关系 你得小心有人半夜摸进你房间 哼 以为她是睁眼瞎吗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看周成的眼神直勾勾的 果然当父母的能取报 批斗亲弟弟 有会钻淫的儿子 有傲气自大 还心思不正的闺女 也不奇怪 就汤洪家那样的小丫头 来一个 她夏小兰就捏一个 还有汤家其他人 是人是鬼 这朗朗乾坤的 总要在阳光下现行 老天爷忍得了 夏小兰忍不了 非得亲手把真相揭开不可 周成说的没错 把耳放下去 很快就有人咬勾了 周成假装醉酒 在房间里休息两个小时后 被夏小兰态度强硬的叫起来 走 陪我出去走一走 你也散散酒味 真是臭死了 走路脚步都亮翘呢 还拉出去散步 这个夏小兰真是太娇纵了 汤春雷暗暗摇头 嘴上劝了几句 还是由着夏小兰把周成拽出门 汤若嘉在房间里看不进书 打开窗户和他大哥说话 大哥 你一直说二叔很厉害 他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妓女 汤春雷本想跟着周成和夏小兰出去 偏偏被汤若嘉叫住 他也为汤若嘉今天的表现而头疼 道 你说话注意点 你别管他怎么样 反正二叔疼他不假 你觉得他是个漂亮的草包 可他妈就是咱们的新二婶 很厉害是肯定的 刘芬莫名其妙的 又被人当成了大佬 汤若嘉好似一个被戳破的皮球 是啊 他桥下小兰到处都是缺点 他二叔却喜欢这个妓女 汤若嘉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哥 真的只有找到小姑姑 二叔才会原谅我们家嘛 我觉得肯定找不到 再过半年我就要高考了 我 我能顺利上华清大学吗 汤若嘉把话说不出口 他还是有傲气的 哪能公开说要走后门呢 汤春雷很喜欢这个妖妹 他不仅有汤若嘉一个妹子 还有其他两个兄弟 不过他们既没有他当初被推荐上大学的运气 也没有靠自己念书改变命运的实力 如今混得比他还差 倒是小妹汤若嘉 打小就挺聪明 是个念书的苗子 汤家人虽然容貌不是特别出众 也是五官端正 汤若嘉更是汤家人里长得最好看的 和夏小兰是不能比 但在同龄女孩子里比一比 也挺打眼 再有了家世的加持 汤若嘉的前程肯定会很好 想到这里 汤春雷不由放缓了语气 你就别操心这些事了 还有几个月高考 你专心复习 其他事都有我和妈在做 肯定能叫你得偿所愿 汤若嘉半信半疑 他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 哪怕那人是他亲大哥 或许他该自己主动和二叔联络下感情 当年的事 他父母有错 就连大哥也得了好处 可毕竟和他没什么关系啊 汤若嘉有自己的打算 反正他的心被扰乱了 也没办法静下心复习 夏小兰和周成牵手走在村里 大冬天的 村井真没啥好看的 最好看的井 还是他身边站着的周成 周成把他手包裹着 夏小兰有点担心他 你中午还真喝了好几杯酒 被风一吹 头会不会疼 酒都醒了 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不出来晃一圈 别人也不知道怎么靠上来 等明天回城 汤春雷他们又会一起 有人就算知道什么 当着汤家人的面也不敢说 周成是给他们提供机会呢 夏小兰往他身上靠了靠 你咋这么好呢 大冬天的 在京城待着不舒服吗 周成却陪他跑来这乡下受冻 老丈人是需要讨好的 但也不用做到这地步 当然都是为了他 周成好笑 汤叔多疼你啊 他看我不顺眼 是怕我对你不好 我很尊重他 我是他女婿 这些不是我该做的吗 那小兰还没嫁给他的时候 已经在处理周家的麻烦事了呀 周一不是小兰必须要管的人 可为了他 小兰还是花了那么多精力 想到这些 周成就想把自己媳妇抱住不放 结婚已经好些天了 他还有点不踏实 太梦幻了 以至于不真切 夏小兰正要说什么 就见一个男人 扯着一个女人走过来 男人有点眼熟 不用周成提醒 夏小兰就知道是有鱼咬沟了 傅君叔 周成主动打招呼 汤傅君激动 你还记得我呀 傅君叔说笑了 中午我们才一起喝了酒 这才过多久啊 汤春蕾肯定以为他不在意这些村民 周成恰恰在意极了 汤傅君非常高兴 道你叫周成对吧 是洪恩兄弟的女婿 你们真的要找汤友如吗 当然不惜一切代价 愿意付出任何报酬 只要能提供线索 汤傅君把女人往前一推 这个你们叫婶 让他给你们讲讲 他当年看见了啥 女人应该是汤傅君的老婆 看上去比汤傅君年纪要大 白头发不少 也比史素荣看着年长 其实汤家的落魄 那是相对汤洪恩来说的 和村里其他人相比 汤家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史素荣也比一般农村妇女看着体面 所以汤洪恩只是不理汤家人 却没有横踩 故意让他们过苦哈哈的日子 夏小兰莫名有点走神 汤傅君老婆支支吾吾吾 29年前 国庆大阅兵那天 我回娘家去 半路上碰见史素荣和汤县重 带着小如和一个男人说话 那男人不是咱们村的 我就多看了两眼 我当时也没多想 后来从娘家回来 就听说小如丢了 周成和夏小兰对视一眼 汤县重就是汤春雷他爸 是汤洪恩的大哥 汤傅君老婆带来的 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夏小兰正托周成的手 往汤傅君老婆身边一站 婶子 您别着急 慢慢说 汤傅君老婆都不敢看夏小兰 这位脸上的羞愧 都比史素荣所谓的愧疚更真切 把头埋得低低的 她继续往下说 等我从娘家回来 已经是四号了 听说小如丢了 后来听史素荣在村里讲 是他们两口子 看大阅兵把孩子弄丢的 可我那天在路上看见他们时 都快中午了 夏小兰身体一震 周成也面色肃然 这应该是整件事最有一点的地方 婶子 您说的快中午了 大概是几点钟 您碰见他们的地方 离城里大概有多远 他们还来得及赶去天安门广场 看大阅兵吗 还有和他们一起说话的男人 您是不是认识 你们在这里干啥 我妈叫你们回去吃晚饭了 汤若家的声音远远响起 汤傅君老婆整个人都缩到了 汤傅君身后 这个汤若家 早不来晚不来 现在忽然出现 直勾勾看周成时 夏小兰都能忍 现在就太扫兴了 遇见了傅君叔他们 说几句话 若家 你怎么不和傅君叔他们打招呼 夏小兰反客为主 汤若家顿时一夜 汤若家很小就被史素荣送去京城上学 只有放假时才会回乡下 小学住在汤春雷家里 到了初中就住校 和同村人根本不熟 何况 这些土里刨石和他家都快出五福的亲戚 有什么搭理的必要 只是夏小兰当众指出这点 汤若家莫名胀红了脸 叫了一声傅君叔 转身就往家里走 汤傅君老婆直接就被忽略了 夏小兰吃笑 就这么的小丫头 还不好收拾吗 丢给周成一个眼神 自己追上去 喂 汤若家 你等我一下 我发现你这人挺高傲的嘛 你该不会是瞧不起农村人吧 汤若家脚下走得更快了 周成还站在原地 眼睛里有笑意 她媳妇欺负人都这么可爱 婶子 现在没人了 您继续说吧 汤傅君老婆鼓起的勇气都被打断了 夏小兰虽然把汤若家击走 他却埋着脑袋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刚才汤若家有没有听到什么 如果被史素荣那泼妇知道 他家真是要鸡犬不宁了 毕竟也不是啥确切证据 只有他一个人看见 汤傅君搓着手 你这婆娘 倒是继续说啊 家里能不能翻身 就靠这次机会了 汤傅君也没有多贪心 他就想用这个消息 让汤红恩替他家儿子解决一个工作名额 他有四个儿子 只要一个名额 也没多贪心啊 如果汤红恩愿意替他解决两个儿子的工作 汤傅君甚至能站出来和汤春雷一家撕破脸 大家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明明是真的 难道不允许他们说 可惜他婆娘实在不是胆子大的 汤傅君差点气死 看汤傅君要暴走 周承拦下他 傅君说 您别这样 事发突然 这里也确实不方便说话 这样吧 过了明天 您带着沈子进城一趟 就按照这个地址找我们 咱们一起坐下来 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周承把联系方式留给了汤傅君 其实汤傅君老婆刚才说的已经够多了 算是让周承和夏小兰确定了之前的猜测 剩下的 不过是细节的补充 这点倒不是一定要在今天完成 周承相信 汤傅君老婆把话说了大半 肯定要找他和小兰兑现好处的 所以他等着汤傅君夫妻自己去京城 周承一走 汤傅君又抬了抬手 到底是没打下去 这女人是他婆娘呢 给他生儿子 和他一起养儿子 舍不得打 你咋这么笨 连话都不敢说 一点用都没有 他老婆缩着脖子 我怕史素荣 他厉害着呢 公安都没查出来 你说史素荣能承认吗 人家才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转头人家关系好了 咱家不是 不是要倒大霉了吗 说的汤傅君也挺不安 但一想到家里没有着落的儿子们 汤傅君又下了决心 我还能怕史素荣一个娘们啊 你看汤县重死了 汤老二带那家子也就那样 小如走丢的是要真有问题 汤老二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史素荣 这是咱家的机会 要不抓住 那才是傻透了 他老婆也没说出啥反驳的话 汤洪恩和汤友如的感情是真好 汤洪恩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时 就开始带汤友如 汤友如走丢 汤洪恩本来就病着 拖着病体到处找 为了找妹妹 差点连学都不上了 两口子把周成给的地址握在手里 紧紧抓着不放 周成若无其事回到汤家 证实的猜测 面对史素荣时 他和夏小兰都没啥异样 继续言二愣子 也没马上翻脸 这一夜倒是没什么异动 一大早 夏小兰就开始作 闹着要回城 汤若嘉差点和夏小兰吵起来 汤春雷打圆场 那就一起回城吧 若嘉你也是 早点回学校继续复习 别忘了你的理想大学是华清 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说真的 汤春雷这人也就功力心太重 说话做事倒真不至于让人讨厌 这样一个人 在单位当个干部挺正常 再过个十来年 汤春雷至少能混个中高层领导吧 反正比汤若嘉的城府深多了 不过汤春雷应该是嫌自己往上爬的速度太慢 希望能和汤洪恩修复关系 然后借汤洪恩的是吧 把汤家兄妹再到地方 周成和夏小兰回了家 车子开到门口 发现旁边蹲着个人 你在这里等多久了 邵光荣站起来搓了搓脸 橙子哥 先别训我 我有个事要向小兰嫂子打听下 邵光荣等了有两个小时 站起来脚都是麻的 到基层调研 总觉得不太对劲 一开始的调研名单里并没有他 胡思乱想了一天 邵光荣还是没忍住 提前跑了回来 就过了一天呢 他借给游历住的房子 已经人去楼空 就连医院也没有了永母 游历的动作太快了 周六就给永母完成了转院 倒是知道转院的去向 接收医院是鹏城那边 他想买张机票追过去 还是忍住了冲动 游历摆明了是故意这样做的 他追过去有啥用 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 他的行为只会让情况更恶化 我能猜到你要问什么 我也只能帮你问问 你先进来吧 在外面傻动着 演苦情戏给谁看 小游人应该离开京城了对吧 邵光荣搭耸着脑袋进屋 是我的错 太仗扬了 被我妈知道了小游的存在 我妈跑到医院去见小游 会说啥我大概也能猜到 但小游也太 那丫头也太雷厉风行了吧 一点反应时间都不给她 也一点机会都不给她 把她妈转任是几个意思 直接判了她死刑吗 周成颇为同情的看了发小一眼 拍了拍她肩膀 道 你这下麻烦大了 哥 我晓得呢 您别往伤口上戳行不 邵光荣把求助的眼神头向夏小兰 夏小兰一下子就想起一些不太愉快的回忆 你们这一个两个的 是不是都没断奶 找个对象刚开个头 还没说要走下一步 长辈们就急着跳出来阻止 不能断奶 就别谈恋爱呀